洞圈單元一直有著自然的聲音特性 包括連貫性和表現力 即使它不像動鐵單元一樣有超高的分辨率 又或者靜電單元暢快臨來的高頻 但憑著它自然而充滿感染力的味道 多年來在耳機歷史上都無法被取締 在洞圈耳機的發展歷史當中 我們亦都見到出現很多像同軸雙洞圈單元 又或者對峙洞圈單元等等的設計 希望可以藉助不同的排列方法 豐富帶出動圈單元的聲音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在2023年CAMFIRE AUDIO首隊推出的旗艦耳機TRIFECTOR 在動圈探索路上有暫身的設計方向 設計師用到三動圈單元對峙設計 將鑽石洞圈分散佈置在一個正三個型之內 這是以前的耳機作品上從未出現過的設計 亦都是品牌對於耳機聲學看體傳統設計的理念顛覆和探索 TRIFECTOR之中用了三粒CAMFIRE AUDIO 享負成名的10mm導金鑽石洞圈 每粒都是以全頻形式去工作 而不是按一般多洞圈單元耳機去劃分頻段 所以在理論上TRIFECTOR的聲音量感都是類加上去的 尤其是中低頻的能量感 大動態氣勢表達非常充沛 整個中低頻的厚度承托著優異的感染力 話雖如此 但這種單元排列方法的缺點都很明顯 因為如果處理不好三粒全頻動圈的上位一致性 又或者處理不好當中的斜坡震動 TRIFECTOR的聲音就很容易混合一塊 所以CAMFIRE AUDIO有信心將它作為旗艦耳機推出 當中下了不少苦工 其一就是每對TRIFECTOR都是由美國CAMFIRE AUDIO的專業工匠團隊 根據嚴格生產標準而制成 每粒單元都確認在精準的角度之上 以保證耳機的上位準確性 同時亦都在單元上面加上黃金導層 除了看來好看之外 亦都可以加強單元的剛性 令到單元發聲的時候產生的鞋震更少 大大提升聲音的準確率 其二就是CAMFIRE AUDIO的設計師 采用了全新看體製作物料 特別用了尼龍鑄素看體 和傳統的樹脂材質相比 擁有更加穩定和堅固的外形 有內熱和內磨的特點 同時亦都有更高的鞋震抑制能力 在工業層面上 甚至用到這種物料去製作機械齒輪 可說是可靠性十足 而第三 你留意到單元的排列雖然是正三個型 不過外殼就不是根據同一個方法設計 而是參考海邊燒波范的原理 經過特殊聲渴演算後得來的特別造型 而內部的實際聲波傳播路徑 亦都是經過特別的規劃 這種的結構 正正就是套用了品牌之前製作聲渴迷宮的經驗 修正單元在發聲之後互相干擾 以及各個頻段的限接 雖然在數字上來看 Trifector 似乎很容易驅動 不過實際使用上 Trifector 都比較適合配搭大電流輸出的播放器使用 好像在AK SP3000 又或者用到Theriton Alpha的機種 會更容易聽到Trifector 呈現出更加完整的聲音結像 以及中低頻量感 否則聽起來聲音就好像比較扁平 低音的質感亦都會欠奉 一如以往 Camfire Audio 的周邊亦都相當精緻 除了MMCX 接口 採用了極其耐用的皮和合金物料打造之外 亦都首次升級採用了導引銅和純銅的機內接線 大大提高了聲音的質素 包裝裏面更加附送了三條不同的播放器插頭規格的獨立線材 運用到由自家ALO Audio特別訂製的高純度導引銅製作 還有分別讓你收藏耳機和線材的獨立收納包 絕對夠豪華 而今次Trifector 到講 Camfire Audio 為了紀念和香港長期的合作關係 更加推出香港限定版本 無論是由耳機的顏色 甚至是裡面的配件也都重新設計過 我們一於去看一下片 看看它有多漂亮 我們現在就一起打開Trifector 的包裝去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Trifector 是用一個很特別訂製的木盒去裝著 打開裡面會見到由Camfire Audio 尖登去訂製的一個收納包 打開收納包裡面就會見到我們的主角 Trifector 和跟機的一條耳機線 打開下一層 就會見到另外一個都是由我們的Camfire Audio 去訂製的耳機線材收納包 官方去跟著給不同人都可以聽到的耳膠 還有最重要就是他們的產品 Product Warranty 和中間裡面的說明書 就在這個盒裡面了 至於在我個人聽感上面 Trifector 的中低頻表現非常出色 一般在管樂和弦樂樂器裡面的多重resonance 只可以透過現場表現去傳達出來 但是Trifector 的中低頻能量感十足 用來聽Jazz 或者管弦樂的臨場感真的沒得頂 我自己就試聽了著名Saxophone手Stan Gax 的Sun Shower Trifector 可以將大師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 喜歡Jazz 管弦樂 又或者重型音樂的粉絲 這對由Camfire Audio 推出的Trifector 就一定值得你入手了 Trifector 全球限定生產333隊 錯過了就沒有了 喜歡我們這段影片就記得留言、LIKE、Subscribe和Share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